今天用鸡翅教大家做到美食 我自己就吃了起一个 如果这道菜你还是学不会的话 我递了两斤鸡翅上你家教会大家 老好吃了 首先准备一盘我隔壁王嫂给我送来的鸡翅 洗净的鸡翅咱们两面给它改成划刀 这样做的鸡翅更方便入味 改好刀的鸡翅冷水下锅焯水 放姜片料酒去腥 焯好以后捞出用清水给它锅头洗几遍 起锅烧油 锅中有热鸡翅下锅煎 家人们鸡翅下锅之后呢 一定要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 翻煎另一面 红彪主页更新了非常多的家常菜 如果是有一道菜是你喜欢的 给红彪留下一个宝贵的双鸡 让红彪也丧失热门 红彪在这里感谢大家支持 鸡翅煎至金黄 放入大块的葱姜 咱们给它炒出料香味 放一大勺生抽 老抽调色 待烹入料酒 料炒香 加入还有一秒钟就要过期的可略 加入一瓶 盐鸡精调口 扣上原配的锅盖 小火炖了十八分钟 出锅之前 撒上迷人性感的小葱花 美食制作完成 鸡翅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别说 关注我还真有点用